核四公投案今天在立法院闯关成功 国民党团挟着人数优势 以赞成60票 反对45票 0票弃权 表决通过了国民党的禁赴二读案 由于在野党团对这个案子还有疑虑 朝野还要再协商 最快5月26号院会将处理这个案子 核四公投案 国民党以人数优势闯关成功 确定排入议程禁赴二读 至于民进党团所提的不予审查案 亲民党团所提的交付审查案 全部被国民党团封杀 二读之前依照立法院议事规则 朝野将有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 最快5月26号之后 才能对核四公投案再度表决 不过民进党团在表决国民党提案时 冲上主席台 将院长王金平的麦克风关掉 让王金平有些动怒 时间拉回到26号上午 蓝绿两党就在朝野协商中达成共识 要进行表决 不过表决之前朝野立委都要轮番发言 针对核四公投把自己的主张说清楚 讲明白 立法院无法做决定 那么现在是该交给全民来做决定的时候了 我们反对这个公投的主文 而这个主文是以缓缓命题 基本上这是一个诈数 反核三法要跟核四公投案一起处理 要成立一个所谓的特种的委员会 来做调查 调查他的安全 除了一场内角力 正好适逢车诺比核在27周年 环保团体穿着防护衣 在立法院外抗议 强力表达废核诉求 在各界的关注之下 核四公投案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UDN TV众合报道